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上飞你 长知识 还能喝到这么好喝的酸奶 好开心 大家好 我是林绍婷 设计从业四年 有近两年默默爱奇 全年市场公关活动 世界设计全爱 设计经验 我是一名喜欢与工作谈恋爱 与视觉共白头的设计师 我2019年最想做的事 是做你的同事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是想穿越品牌色彩的宇宙 找一个让职业理想 气息的星球 所以希望各位企业家 可以给我一个着陆点 让我安全降落 谢谢大家 我这有件事 我就特别有意思 你不介意我说吧 不介意 设计的人不是都有执念的吗 对 比如说半夜有灵感了 半夜排起来就做 对 哪管时间 但你不像啊 Why Why 对 他跟他现在的男朋友分了手 原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 当着他的面撩别的女生 还是一个外国女生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跟他分了手 然后拼命学英语 然后在分手期间 他又好了一个新男友 新男友又把他给批了 他又回去找了那个前男友 现在又很好了 这不可能 是这样吗 事实是这样吗 有可能啊 在我这儿不可能 这是这辈子都记录黑名单的一个人 不可以啊 我见他除了骂没别的 这上面写的 是事实吗 对 这你都干得出来 这说英语是后遗症吗 其实我觉得当面尿一下 其实也没关系的 这个也不是 也无相大雅嘛 我想听石头老师说 我想听石 你就是那个前男友吗 不是 他跟石头老师吃过饭 我能倒是理解他 你拿一手心 捧着一盘水 那水就是你的感情 你使劲捏他的话 那个水会从你 所能找到的所有缝隙中间逃出去 爱的本质是自由 听从自己内心的感情 该怎么选择都是对的 对吧 挺意外的 我没想到会突然 在一个职场环节 突然聊到了我的感情问题 是因为图雷老师的 这一个节目吗 对 你为什么老碰上这样的男人呢 所以我要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所以我就想问你 你有那么缺爱吗 对吧 你来找工作就是对的吗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图老师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上台的时候 你做了两次这种动作 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我们织科团的标准动作 这是那个杨石头的 杨石头的标志动作 杨石头的感情 你怎么会认识杨石头 你跟他合作过吗 我是2016年参加织科团的 你是我那个社团里的伙伴 对 他可能不记得 因为他很多学员 你跟他吃饭是两个人还是好多人 很多人 好 来我们来聊聊林少婷 刚才是开个闲话 她号称是设计小美女 很喜欢设计 高中的时候比较喜欢艺术 学了画画 然后大学就选秀了平面设计 然后就一直往这条路上一直走 我是有两年大型互联网公司 公关活动视觉全案设计经验的 然后比如说2018年 莫莫爱奇艺全年寻讲音箱会 覆盖全国36个城市 你是主创设计师是吧 对 是包括对接3D去提案 去创意去竞标 都是我 你是在爱奇艺和莫莫哪个部门 我是在公关公司 是他们的一方 为他们做过什么呢 做过全年的市场活动 比如说Q1到Q4的交流会 然后各种季节的CEO交流会 就这类的 那么挺好的吗 你干嘛走啊 发展受限嘛 你上一份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我上一份的12K家 你到底是觉得 在哪方面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你知道我一直做的就是乙方 我想去最好是一个甲方 你想去甲方 专业人才不应该都在乙方 对这边特别奇怪 就是说你呢 就是说像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 它都是要找乙方的 像一般的这种甲方公司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的话 我们活动不会那么频繁 对啊 所以你要到这个公司来的话 你的才华可能会受到限制 你知道吗 视觉的预算 比如说那一千万的预算里面 大概有五六十万 是给视觉预算的 但是我的工资 四个月之内并没有那么高 但这些活全是我做的 如果我在贵公司工作 你们省了那五十万 只需要付给我 但是对于你长远的职场发展 是不利的呀 对于闲 我觉得对公司来说是 稍等别急啊 你直白地告诉我 你现在更在乎的是 设计方面的职场发展 还是钱 就目前这个阶段 你最在乎的 那就是钱了 没什么嘛 这有什么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就是在乎钱 怎么样了 我有个犯法 对会敲藏嘛 你要赚多少钱 你想要多少钱工资 15K我要求不高 你哪出来这三千 就三千从哪来的 我从业设计四年了 然后也有两年的 埃及默默全年的 项目设计经验 我没有把全部的 爱力放上去 但是全年都是我在做 主创的 这两个还不够是吗 有地域限制吗 北京 一定要北京 对 因为他在北京 就那个分了又合了的 那个还在北京 有一方面而已 个死不悔改的人 来第一轮选择 薛果流 15,000啊 还有七点灯 来天生我有财 有财吗 yes 就是有一个六人游 因为现在我了解他们 如何销售的嘛 他们就是通过 你在线上报名 打电话就销售 其实大家开始 会对这种东西 是反感的 我在想如何 通过线下的活动 让我们不讨厌 这个事情 我就想策划一场这样的 比如说六人游 就是猜奖 或者说拍照 然后通关拿奖 再线下办 然后大家既能体验到 各国文化的不同 也能对各国文化产生 产生就是好奇心 稍等 这事好像跟你没啥关系 你是做设计的 这不是线下推广吗 对啊 你应聘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我得给他们创造这个需求 你不是应聘设计吗 然后他们这个方案需要设计吧 但是这个工作是策划呀 但是他们不是没有 没有 现在没有给我这个 所以你一人把两个事干了 可以 这不是加薪了吗 这女人是这逻辑啊 我跟你说 她一直口吃心非的 她其实很符合 现在大多数人 就想跳槽的想法 你看我有工作经验吧 我干了几年吧 然后我差不多也该换了吧 那是不是我就得涨薪资了呢 但是我觉得她的问题在于 她没有给企业家就合适的说法 说OK 我为什么能够值 涨薪的这个钱 我具体还能够多做什么 比如说浪漫的土耳其房间 我们比如说 然后放点气球 让大家去体验 土耳其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奢华的那个迪拜 大家体会一下迪拜的文化 大家了解之后 会对这个国家有向往 有向往之后呢 就想着去旅游嘛 就是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任何一个活动 都要有一个清晰的目的 比如说促进下单量 促进成交量 促进粉丝量的增长 那么你这个活动 它的明确的目的是什么 明确的目的是促进签约量 但是同样可以吸粉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场活动应该就是签单嘛 它设计的怎么样 就说创意吧 我觉得有想法 但是呢显然对我们公司不太了解 就是你没有深入到公司的具体业务当中去 就是有点像那种 我是一个用户 我是一个游客 我觉得你们应该这样做的感觉 对 我觉得 我这对要用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不对吗 对啊 但是你这样的话 给人感觉好外行的 你没有 没有啊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特别好啊 我觉得 我觉得少庭这个设计特别好 而且一个设计师你知道吗 特别缺乏就是市场思维 但是他能够 男人可贵的是 他不仅有设计的这个专业 而他还有市场思维 怎么这个就特别好 我也没感觉有特别好啊 任何一个 一个学生啊 一个大学毕业学生 可能做出来设计比这个还要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的这个 关于公司的品牌 你这个特别好的标准到底是哪里 关于公司品牌的设计 就不是为了设计好看而设计的 是设计它是服务于你整个的 公司的一个品牌定位 和你要传递什么内容 主要是他这份设计啊 被六人游做了 所有游公司你都符合 就这张图 只要做海外游的都符合 因为六人游 没有主向性 六人游的重点是六人的 这个背后的含义 就潮汐是吧 他没有体现这一点 对 还有一个高端定义 设计的元素角度来讲是不够的 然后从市场角度呢 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有些思路 比一般的设计师会想更多一点 因为他想赚钱嘛 当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的主目的是什么 一个好的设计师为你这个设计 本身是你一个销售设计的主张 还是你公司品牌推广的主张 是他的目的性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很多人说你给我一个东西 是你要来找工作 我要来展示我作为设计者 应该具备的能力 而你恰恰是说 用另外一个我的策划 来补底的短板 所以我会觉得就在职场上面 大家一定要明确 你的职场 好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作品 是可以跟用户互动的 如果我不站在市场的角度 去看用户 那我觉得我的设计 它就只是一张纸 来 我们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在你的工作任务正经的时候 你的领导却突然生病住院了 你会怎么做 会不会去看我 我觉得我把任务做好 是给领导生病最大的慰问 或者说你去不去 打电话畏问一下 人就先完成工作吧 怎么畏问呢 比如说杨石头就是那个病得快死的的领导 他快死了吗 没快死了 就病了 就病了 来来来 你打电话你怎么问 喂 石头老师 你现在状况还好吗 还活着 还活着 你安心养病 工作我来处理 好不好 不行 我对你不太放心 因为你这个 你是个大白 所以呢 我还得交其他主管 你的心意我收到 我打这个电话敢说 那您 您既然不把工作交给我 那我需不需要 去看望一下你呢 不需要 不用 别别别 这个我最怕有人来了 好的 那我一定会协助好那个主管 完成这份工作的 您放心 好 你点评一下他的情商 我觉得他没什么情商 但是我 他居然想问那句话 那我既然你不放心我 那我要不要去看一下你呢 人家会以为你是带匕首来的 那我承挚了心吧 对 但是他后边呢 我为什么会给你 在定位上 这是小白 你在这个团里有学习的营销吧 是 对吧 也许你原来的公司 期望你一专多能 但这个中间会导致你 有点繁杂 就是如果是渠道设计 那它的这个穿透 它其实更准确就要物料了 对吧 如果是产品设计 它就各种包装 各种产品说话能力 如果是品牌设计 它就应该要往很多的那些 更加的品格和风格调性上去落 现在呢 它有点混 混杂 明白 我觉得你 先不要去提那个 你可以做多大的事 你好好把设计做好 精尖快准巧 做够就行 现在哈 先不要着急去上付工资 你落到一万 你后面会有奖金上来的 最后问一下你 到底调不调薪酬 不调 我在 刚才史老师苦口婆心 不是 我已经曾经面试收到过 15K的offer 那又怎么样呢 说明 你又没真干 你又没说你拿了一年 对啊 你为啥不去那了 你为啥不去呢 因为距离原因 距离原因 你就是要在北京 别的地方一概不考虑 一万五 死也不降 是这个意思吗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来 直接请谈钱不上单 说 薪酬多少 岗位是什么 就是一万五 在我们设计团队 因为健康有益的设计部门 是个大部门 我们是人工智能 在健康医疗行业的 应用的公司 第一道的甲方公司 这个价格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有问题要问吗 在北京 有问题要问吗 在北京是吧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是吧 我愿意用接下来的 努力去了解 还没让你答应不答应 你急啥呢你 来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接受 我要考虑是吗 是 这姑娘吃这个 回头饭都吃了 但是真的一点心上都没有 健康有益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健康有益 去吧 我不会辜负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你是做设计的 你在设计美妙的事物 但是你的人生 千万别被别的男人设计 明白吗 明白吗 别来这个 再见 再见 最感谢的当然是赏识我的健康有益 我之前不只是做过平面做过UI 也去过大型的互联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设计师 我觉得我有能力不辜负欣赏我的人 他是你派来的 我 完全不知道 他老这样干什么 没有 这个组织他们互相的 他是不是要我看看自己发烧了没有 不是啊 天才比人才多一二 你这个文化千万不要成立到我们公司 只要设计部门一回头一去都这样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们不会 举一次减两千 对 对